第1448章叙旧与情报 随着吕如烟烈人退去 此处的哗然声方才渐渐地转弱 但依旧有着不少惊异的目光停留在李洛与江青鹅的身上 江青鹅最近几个月在天竞塔的名声格外响亮 毕竟无双三品泰国的吸引眼球 再加上其自身容颜气质的缘故 自然令得他成为众多天教案中谈论的话题 有一些对自身天资以及背景颇有自信的顶尖天教 也曾试图接近他 以其博的其好感 拉近双方的关系 但不论他们施展何等手段 皆是未能取的半点效果 这令得他们很是挫败 而如今听得将青鹅曝光他与李洛兼这份关系 他们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早已是名花有主 甚至都已经不是情侣关系了 而是直接来了一个更劲爆的夫妻关系 不少男子心中涌上一股酸气 这李洛凭什么能有这般天之交女垂青 他们用充满着质疑 沈氏的目光 刁钻地扫视着李洛 就只是皮囊好看点罢了 天资 无双二品 嗯 如此年轻的无双二品 这天资 当真惊人 那些质疑 沈氏的目光渐渐地变得苦涩 他们想要看见的是一个配不上将青鹅的李洛 这样才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扭曲之心 可眼下的结果 却是令得他们很难受 该死 他竟然如此的优秀 虽说在这天竞塔内 无双二品的战力还达不到顶端的层次 但也足以说明李洛自身的天资与底蕴是何等的雄厚 若是给他一些时间 就算他那第三座封侯台未曾铸就出十柱金台 其成就也不可小觑 毕竟就算是第五名轩 如今也只是两座十柱金台而已 甚至如果李洛第三座封侯台依旧成就十柱金台 那么他将追赶上江青鹅成为又一位无双三品 最终那些目光渐渐地散去 因为他们发现即便此次天骄云集 可真有资格质疑李洛的人恐怕屈指可数 而对于那些逐渐变化的目光 李洛倒是有所察觉 当即略为有点自得 看来如今的他 即便是江青鹅那耀眼的光芒 也无法完全遮掩他的身影了 不错 美白努力 在他自得间 江青鹅已是收敛相利走来 他来到李洛的面前 幽香扑面而来 他那平静从容的绝美翘脸上浮现出一抹细微的笑意 道不错嘛 还真的恢复到无双二品了 这半年时间美白闭关 李洛望着眼前那流转着神圣气息 宛如神女般的女孩 调笑道 半年没见 想我没 江青鹅盯了他一眼 这家伙自从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后 对他也是愈发的胆大了 换作以前 可不敢这般明目张胆 江青鹅微微汗手 道 想 李洛有些惊奇 没想到他竟然会这般直接地回应他的调笑 毕竟换作以前的话 江青鹅大概率会无视 李洛舔了舔嘴唇 望着眼前那绝美精致的容颜 他内心微微有些火热 不过江青鹅却是目光越过他 看向后方的吕青人 开口道 青人学妹 好久不见了 吕青人同样在看着江青鹅 心声道 多年不见 江学姐欲发光彩照人了 另外 先前多谢江学姐相助 江青鹅看着吕青人周身流淌的那股寒气 眼中滑过一抹惊讶之色 因为对方体内的寒冰香力 似乎异常的精纯 这说明吕青鹅的冰香品阶极高 而在他的记忆中 当年的吕青人显然未曾达到这一步 青人学妹客气了 当初在大厦 于 会长也曾帮过我们 如今你又与李洛同行 我自然不会袖手 江青鹅道 吕青人平静地道 江学姐误会了 我只是与圣玄心学府同行罢了 而后他对着江青鹅 微微汗手见礼 便是眸光为锤 对着后方行去 江青鹅见状 明眸中导师划过一抹亚异之色 毕竟他可和李洛那个木头不同 早在圣玄心学府时 他就知道吕青人对李洛怀有一分情愫 而且为此 吕青人甚至还与他对峙过 当时吕青人那复古其勇气的小模样 倒还是有几分可爱的 怎么眼下 却是一副和李洛不太熟的模样 江青鹅偏过头 有些疑惑地看向李洛 道怎么 人家金龙山的大小姐 看不上你了 李洛哭笑不得 然后无奈地道 我只是告诉了他 我们间的关系而已 江青鹅微微沉默 慢慢地道 还真是残忍啊 我们落蓝府 又不缺那么一间房 别说风凉话了 李洛没好气地道 江青鹅转开话题 问道 你怎么会在圣玄心学府的队伍 李洛便是将如今圣玄心学府的情况 简略地说明了一下 没想到圣玄心学府的情况如此糟糕 江青鹅听完 柳梅也是微微一簇 她对圣玄心学府也颇有感情 毕竟当初落蓝府风雨飘摇时 她也是借助着圣玄心学府的虎皮 方才令得那些潜在的敌人投鼠忌器 不敢直接对她下杀手 否则那时她也还未成长起来 如果真有哪位风侯强者不顾一切的要对她出手 她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活下来 可惜我不能以圣玄心学府的名义 不然也会与你一起 江青鹅有些惋惜地道 她毕竟是以正式的名义进入了圣光古学府修炼 所以她没办法如李洛这般 不然反而会给圣玄心学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无妨 有我就够了 外神州圣学府这边的盘子 没你们古学府那边的竞争激烈 李洛笑道 但是外神州的盘子小了一些 到时候分到你手中的天井沙也不够 以你的性格 必定是冲着完美破镜去的吧 江青鹅沉吟道 还是你了解我 李洛笑道 江青鹅看了她一眼 深邃神秘的金色眸子中泛起一丝迷人的笑意 道 所以 你的目标是薄杀局 还请青鹅姐带我飞 李洛点点头 殷勤地说道 薄杀局是赢家通吃的规则 极为残酷 同时敌本越多 自然就赢得越多 但外神州的盘子小 李洛最终就算帮助圣玄心学府取得外神州第一名 分到手中的天井沙数量也未必如她的愿 而这个时候 一个本拳丰厚的队友 就尤为重要了 江青鹅明白这一点 所以她轻轻汗手 看来在古学府的争渡区竞争中 她需要为李洛多积攒一点本钱了 对了 江青鹅与李洛交谈了一会儿 突然开口说道 我来天井塔这段时间 一直在为你搜寻有关大无相神段数的情报 李洛文言 精神顿时一震 眼神骚然火热起来 瞧得李洛那反应 江青鹅也是微微一笑 不负所望 找到了一点情报 第1449章34层的古祭坛 大无相神段数 李洛眼神在此时变得极为炽热起来 目光灼灼地望着江青鹅 她此次来天井塔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为了大无相神段数 因为只有此数 才能够解决她那第四道空乡的问题 但天井塔太过的神秘庞大 她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 而江青鹅带来的情报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惊喜 江青鹅伸出手 拉着磊落的手腕 在那众目睽睽下 走到一旁 同时有光明相利散发 光芒将两人覆盖 隔绝一些窥探 而她这般不避讳的模样 也更是引得不少目光心碎 我来天井塔这段时间 求得导师允许 给了我翻阅过往天井塔 试炼信息的权限 我查探许久 都未曾找寻到任何有关 大无相神段数的痕迹 此数格外神秘 从未在天井塔中出现过 我曾对导师旁敲侧击 但连他也表示从未听闻 江青鹅说道 李洛点点头 从他所知的信息来看 这大无相神段数 在那无相圣宗 唯有宗主方可修行 因为此数本就是为了万相种而生 其他人不具备这个修炼条件 此等夺天地造化之数 如果真存在这天井塔内 那也必定藏得极为隐秘 没那么容易能找到 江青鹅沿路沉吟之色 道 我翻阅许久 有关大无相神段数的直接线索 一点都没有 但却在偶然间 获得了一些不确定的线索 李洛精神一阵 紧张倾听 江青鹅缓缓到 在一道很久以前的预检里 我找到了一点痕迹 曾有精彩绝艳的天骄 抵达了天井塔第34层 在那里偶然间 发现了一座古祭坛 那位天骄试图将其激活 但使尽手段都未能成功 最后只能遗憾离去 将此事记录下来 但我观月那座古祭坛上面的一些残破痕迹 感觉或许你想要寻找的大无相神段数 就在那里 李洛一经 到 天井塔34层 最近百年间 有天骄抵达最高处 也就只是33层啊 李洛眉头紧锁 从他所得知的消息来看 想要闯入天井塔第33层 就已是难度极高 至于这34层 就更是难入登天 总得试试 将青鹅倒是并未被那所谓的34层所吓倒 而是美眸明亮而充满信心的古武道 你我联手 34层未必到不得 李洛点点头 而后突然问道 你为何觉得 那座古祭坛上面的痕迹 就有可能是大无相神段数 连学府联盟的历史记载中 都未曾出现过大无相神段数的记载 说明连诸多王及甚至天王都对此支支不深 但将青鹅却是能从那古祭坛上面的痕迹中 做出这般感觉 这倒是有些奇怪 将青鹅文言也是一针 玄机摇摇头 道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有这种感觉 李洛若有所思 其实仔细想想 这也不算不可思议 毕竟将青鹅他原本就是李泰玄 但台兰从无相圣宗的宗门遗迹中带出来的 他的身份不简单 甚至有可能会是无相圣宗那位传奇宗主的血脉或者遗传 所以如果他会对大无相神段数有一些旁人所没有的感觉 倒也是说得通 看来这第三十四层 试得去闯一闯了 李洛笑道 好不容易获得一点线索 不管那座古祭坛是不是真的关系到大无相神段数 李洛也必须去尝试一下 不然这第四座空箱 根本无法解决 这个线索很重要 辛苦你了 李洛温生说道 但台兰刚回来不久 江青鹅其实也想要陪伴在但台兰身旁 可他为了要给李洛找寻大无相神段数消息 却依然是选择离开 独自来到天静塔 这份默默付出 怎能让李洛心中不敢动 江青鹅如金色琥珀般的美眸盯着李洛 有些没好气地道 李洛 说着感人的话时 不要动手动脚 或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他眸光下扫 原本他握着李洛手腕的纤细手掌 已是被这家伙握在了手中 同时那五指 仿佛无意间 磨缩着娇嫩的肌肤 李洛义正词言地道 夫妻之间 这叫动手动脚吗 不过虽然这般说着 他还是恋恋不舍地放开了那仿佛如羊之欲雕琢而成的鲜鲜素手 将青鹅唇角为先了一下 而后平复下去 继续叮嘱到 天静塔三十层之后 乃是属于天静论武的层次 唯有各方顶尖天交方有资格参与 而眼下的争渡区 只是一场筛选与铺垫 不过这对于你而言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你若是能把握此次机会 再进一步 踏入无双三品 那你我联手 将不再忌惮这天静塔内的任何人 李洛感叹道 完美破镜的难度 恐怕比获得天静式的称号还要难多了 天静塔试炼每次开启 诞生的天静式虽然稀少 但也有着丁额的数量 可这完美破镜 却不是每一次都有人触发的 不过 此等机缘极为罕见 既然眼下有这个机会 李洛自然也会全力去尝试一下 轰 而在两人这边颇为亲密的交谈时 天际上突然传出了剧烈的能量轰鸣声 旋即所有人都是见到 四道光影自远处破空而来 这四道光影一出现 便是有着极为惊人的向力波动如同风暴一般的爆发而出 一股股强悍的能量压迫感笼罩全场 在这等压迫下 全场的喧嚣声都是陡然变得安静 众多天骄皆是变色 甚至连各方那些足以称为种子选手的七品封侯强者们 都是眼露浓浓忌惮甚至畏惧 好强的威压 李洛也是面露金融 望着那四道破空而至的光影 那就是所谓的四世 此次天际塔是脸中实力最强的人 他们皆是八品封侯镜 江青鹅也是在望着那四道光影 说道 如果我们最后想要去天际塔第三十四层 恐怕他们将会是我们最大的阻碍 李洛眼神一凝 旋即暗叹 看来那三十四层 果然不好镜啊 八品封侯 这可是足以媲美秦莲的人物 可当初能斩杀秦莲 那时有着诸多因素 如今想要再创这般战机 他这无双二品 恐怕真的还不够 毕竟自展时驻京台的事 不可能再来第二遍 李洛抬头看去 在那众多敬畏的目光中 四道光影逐渐地清晰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道高挑的倩影 那是一名身披金色软甲的女子 女子引发如铺 双眸亮如繁星 贴身的软甲包裹着 玲珑丰满的郊区 勾勒出了惊心动魄的曲线 令人目眩神迷 他手持一柄金色长矛 颇有一种女战神般的 撒爽感 同时李洛在那女子的身后 还发现了一道 娇小玲珑的身影 那熟悉的黑白色冬帽 手中十颗捧着的竹筒杯 赫然是在小晨天中 颇为熟悉的著萌 他叫圣雀仁 是我们圣光谷学府的资深导师 圣怀须酒品光明香 下酒品金香 这一位好胜心极强 不论做何事 都要成为那最强的人 你知道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信条 是什么吗 江青鹅顺着李洛的目光投射而去 然后说道 李洛自然是摇摇头 有一第二 江青鹅笑了笑 李洛哑然失笑 有一第二的话 那第一当然就只能是输赢了 这好胜心的确很强 右边那位轻衣男子 名为邻居 出自天元古学府 身怀下酒品木香 须酒品土香 江青鹅继续介绍 哦 下酒品木香 须酒品土香 李洛眼神一动 这个配置 跟他第二香一模一样 于是他好奇地看向那人 只见得那名轻衣男子 一装打理的一丝不苟 甚至连头发都是整理得极为的柔顺 仿佛每一根发丝都是经过精心的打理 这显然是一个洁癖很强的人 这邻居模样导师算不上英俊 但却散发着一种孤僻的气质 脸色淡漠 有种疏离冷漠感 这邻居性格极为孤僻 极其不喜欢与人有肢体接触 你之后若是遇见他 可以用刀砍他 但最好不要用手碰到他 否则他会失去理智 江青鹅说道 整个天元古学府的人都知道 这位孤僻至极的邻居导师的口头禅 事情保持边界感 李洛嘴角微微抽搐 宁愿被刀砍 也不愿意被人用肢体碰到 还真是个性十足呢 那位呢 李洛看向第三道身影 那是一名身躯魁梧的男子 其身形极具压迫感 面旁冷力凶悍 眼瞳中流淌雷光 周军 出自玄陵古学府 身怀下九品雷香 须九品双头雷雕香 最后一位叫做宋景 是神阳古学府的资深导师 身怀下九品火香 须九品金雾香 李洛看向那名为宋景的男子 后者面目俊朗 手持一柄赤红扇子 扇面上 似是可见炽热的火焰流动 引得虚空都出现了扭曲的迹象 此人颇为阴险 与人交锋 将人击溃后 往往还要丢下一句诸心之言 什么 我只是个新手 李洛眼角忍不住地跳动 好吧 他是看出来了 这一个个都是身怀绝迹的人才啊 这就是 所谓的四世嘛 果真都不是简单人物啊 而在李洛感叹间 那万众瞩目的四道人影中 最是吸睛的圣雀人 美目转动一圈 突然投向了李洛这边 然后他的身影直接落到了 李洛与江青乐的面前 李洛见状 愣了愣 旋即便是一声暗叹 自己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果然是难以遮掩 即便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子 都为他的光彩所吸引 嗡 然而他这想法刚落 眼前那圣雀人手中的金色长毛便是指了过来 同时似是有着那带着不善之意的声音传来 就是你这小子抢了我老婆 李洛脸上的微笑顿时僵硬下来 第1450张 圣雀人 啥 面对着这位来自圣光谷学府的女子突如其来的彪悍言语 饶是以李洛的机敏 都是呆滞了促席 有些没反应过来 你老婆是哪位 而且你不是女的吗 而在李洛当机的时候 身旁的江青乐精致白皙的脸颊上露出一抹无奈之色 道 雀人导师 不要细耍李洛 嗨 还挺护肤 看来是真爱 大声雀人文言 顿时撇了撇嘴 手中金色长毛收回 江青乐则是看向李洛 介绍道 以前在圣光谷学府修行时 雀人导师就曾指点过我 我们关系还不错 他喜欢开玩笑 你不要介意 青乐 我们的关系就只是还不错吗 圣雀人文言 顿时做出了伤心的模样 雀人导师 你年纪也不小了 不要这么幼稚吧 而此时 圣雀人身后传来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然后著名捧着竹筒杯 小嘴咬着吸管 走了上来 正确人恼怒地看向铸蒙 道 神年纪不小了 你会不会说话 找死吗 铸蒙也不理他 而是眸光打亮着李洛 有些惊讶地道 李洛 你挺厉害呀 竟然达到了无双二品 此前在小陈天时 李洛还只是大天相近 可如今不到两年的时间 竟然已是二品封侯 并且还铸就了两座石柱金台 踏上了无双之路 如此天资 并不比江青鹅差了 助蒙学姐过奖了 李洛冲着助蒙笑了笑 道助蒙学姐如今也踏入二品封侯境了吧 从助蒙的身上 李洛能察觉到一股雄魂神圣的向李波动 那甚至不弱于踏入四品封侯境的痴产导师 嗯 是呀 二品了 助蒙咬着吸管 道 不过没你厉害 我只铸就了一座石柱金台 李洛恍然 难怪 助蒙明明只是二品封侯 但那香力波动却不弱于一般的四品封侯 原来他第二座封侯台 同样是铸成了石柱 这倒也是正常 助蒙拥有着中九品的追光寿箱 这个品阶 在李洛接触的人中 除了江青鹅以及那些堪比亡级的存在外 算是最高的 他当初在小沉天突破道封侯境 第一座封侯台只是铸成九柱 并非是他潜力底蕴不够 只是因为准备不足 而此后他也是来到天静塔苦修 第二座封侯台铸成石柱 倒也是理所应当 李洛 你身上藏了什么好吃的吗 助蒙突然打亮着李洛 好奇地问道 李洛一愣 你是不是带了好吃的竹笋 我闻到了天雷竹的味道 是给我带的礼物吗 助蒙舔了甜嘴唇 露出了可爱的小虎牙 李洛猛地明白过来 他说的难道是爷爷演变成的天雷竹笋吗 助蒙竟然能感应到 是因为他所身怀的终酒品椎光寿香的缘故 此寿酷爱光明 喜是天地间各类灵竹 而天雷竹乃是顶尖的竹类 自然也是在此列 李洛赶紧摇摇头 道 这对我非常重要 可不能给你 开玩笑 那不是天雷竹笋 那是他爷爷李金哲 怎么能送给助蒙当灵嘴 助蒙有些失望 他隐隐感知到李洛那里的天雷竹笋似乎很不一般 那股诱人的味道是他从未所闻 不过既然这对李洛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他自然就不好多问 你手里的天雷竹笋生机好像很微弱 追光兽擅长养竹 你如果养不活了 可以找我帮忙 助蒙提醒道 李洛有些惊奇 追光兽还擅长养竹 导师挺稀奇 难道是因为喜欢吃 所以也精通痒吗 不过助蒙这话 他导师记在心头 毕竟这天雷竹笋 关系道理金哲能否重生 双方交谈片刻 将青蛾见到时间差不多了 便是道 李洛 天镜塔式链即将开启 我们也要去准备了 虽然你在外神州的盘子 但外神州圣学府中 同样有实力达到七品封喉 敬的强者 不可小觑 李洛笑着点点头 道 放心 我也想试试如今的 我在亲近所有的底牌下 能否真正的与七品封喉一战 或 还挺有自信 七品封喉强者 就算是将青蛾这无双三品 都需要祭出真正的手段 才能抗衡 你这无双二品 会不会差了一些火候 大声却人文言 不由得见眉为挑 有些玩味的说道 李洛能够达成无双二品 胜确人并不怀疑 他的天资与底蕴 但这与七品封喉强者间 却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差距 所以在他看来 李洛这番自信 倒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 无双月三品不嫁 可李洛若是要占七品 那可是月无品了 最起码 等他踏入无双三品 再来说这种话会更好一些 就是一事而已 若是不行 就让我们东御神州 那些顶尖的副院长顶上去 李洛也并没有与 胜确人进行这些没必要的争辩 毕竟月无品这种事 的确有点匪夷所思 连他自己都觉得难度很高 胜确人耸耸肩 道 如果你真能与七品封喉强者交锋 即便只是保持不败 那这份战机 也足以惊艳全场了 江青俄则是转身 与后方的痴缠 曹胜 明儿导师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又看了始终未曾说话的李青人一眼 这才与胜确人 朱蒙等人转身离去 略向了古学府那边的平台 而随着他们的离去 那些投注而来的众多目光 也就渐渐的消退 李洛依然未曾理会那些目光 只是退回队伍中 他看了一眼美眸围锤 心里翘脸显得冷淡的李青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还好吧 他也有些头疼 明明固有相逢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结果搞成这副尴尬的模样 让人不知如何应对 李青人眸光看向李洛 后者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令得他眸光波动了一下 他心思流转 最终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样的局面 显然也怪不得李洛 双方从头到尾 也一直指示他在一厢情愿 自作都情 也是他自己 借助着韩冰盛种 对他性格的一些影响 将那层朦胧的指给捅破 不过 这些情绪应该也持续不了太久了 等韩冰盛种的封印彻底解开时 这些情感自然也就会被冰封 那时候 他也就不会再胡思乱想 而且 他们还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不掺杂丝毫多于情感的朋友 所以 这最后的时刻 没必要弄得李洛如此不自在 毕竟接下来他还需要全力应对强敌 这般想着 吕青人流淌着些许寒霜的清丽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颜 他迎着李洛的目光 轻声道 我没事 李洛 放心去完成你的目的吧 我会帮你的 面对着他这仿佛交代后世般的模样 李洛也唯有无言 咚 而此时 有轰鸣的钟银声 作然间于天地间响彻 回荡在天静城的每一个角落 无数道目光中有着期盼之色涌现 这钟声 宣告着天静塔试炼 即将开始 第1451章 再见王玄景 东 古老幽阳的钟银声 一声声地在天地间回荡 影的空间都是绽放出了层层脸衣 随即有一座万丈金台 于天际浮现而出 金台顶部 有三座席位 而此时席位上 皆有一道身影 这三道身影仅仅只是坐在那里 便是散发出了极为恐怖的压迫感 天地间 汹涌浩瀚的能量随之而动 仿佛是顺着他们的呼吸 形成了能量潮汐 于天地间奔涌 王极强者 此等威压浩瀚强横 但李洛神色却颇为平静 因为王极强者对于他而言 并没有那种神秘威严感 那是 而玄机李洛发现 那三道影子最居中者 竟然隐隐给他一点熟悉感 那居中者 是一名看似如雅斯文的中年男子 他手持青铜戒齿 腰间挂着金色葫芦 目光如电 随意扫过 便是引得风起云涌 那是天元古学府的院长 王玄景 一旁的郭九凤赴院长低声说道 李洛恍然 原来这位就是天元古学府的院长 王玄景 此前他曾在小晨天中听见过他的声音 但却未曾见过其真容 这位院长 乃是三冠王 在王玄景左侧的席位上 是一名金袍男子 其手持一块金色玉玺 面旁威严 仿佛一位帝王一般 而右侧席位 则是令得李洛有些惊奇 因为那里并非是一道人影 而是一条雍览盘踞的白色大蟒 大蟒通体如白玉 蛇鳞上 隐隐有古老晦色的光纹浮现 从这白玉大蟒体内散发出来的那股恐怖威压来看 这赫然也是一尊王级存在 他那青壁色的树桶中 流动得睿智 柔和的色彩 其形体虽然是蟒蛇之状 可那眼神 却给人一种田径淑女般的感觉 三道伟岸身影显现于空 顿时引得天径塔内所有人投去敬畏的目光 纷纷行礼而拜 诸位 我是天元古学府院长 王玄瑾 王玄瑾面露温和之色 目光缓缓扫动 将一切都是映入深邃如冤般的眼瞳之中 而后他又指向那手持金色玉玺的金袍男子 笑道 这位是学府联盟的长老 惊喜长老 那金袍男子微微汗手 这位是白玉长老 王玄瑾指着右侧的白玉大蟒蛇 后者倾吐时性 竟是口出人言 嗓音清晰柔和 此次天径塔试炼 便由我们主持 望诸位尽情展现天资 撞我联盟 在场所有人皆是联盟行礼 三位王及强者主持 其中一位还是三贯王 学府联盟好大的手笔 李洛也是在人群中 暗自惊叹 毕竟光是这么一个主持的阵容 就几乎快相当于李天王一脉全部的顶尖力量了 学府联盟 不愧是如今十大神周中 李运最强的势力之一 诸位 天径塔试炼的规则 想必你们也以知晓 争度区分为三个盘子 眼下就直接按照规则 各自抽签定对手 王玄锦绣袍一挥 便是有着三道豪光从天而降 分别落向最内围的四大古学府 和四大内神周的圣学府 以及六大外神周圣学府的区域 这些豪光化为三个巨大的竹筒 竹筒内则是一枚枚不断闪烁流光的光纤 李若望着悬浮在他们外神周圣学府上空的竹筒 然后就见到在不远处的巨大清目平台上 各自有一道身影徐徐的升起 那是其他五大外神周各大圣学府 推出来的领头人 李若心头围动 然后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半空 那里有一名白衣男子踏空而来 此人生有一对银色眼瞳 其中仿佛是跳动着狂暴的雷光 令人望而生畏 在这白衣男子身上 李若感觉到了极强的能量波动 甚至 比郭九凤 王许他们这些上六品封侯强者 都要更强 李若目光一闪 这几天他对六大外神周圣学府的情报 已经烂熟于心 所以当即也就知晓了这白衣男子的身份 雷火神周 雷杰圣学府副院长 方行云 下七品封侯强者 此人也是六大外神周诸多圣学府副院长中 唯一一位踏入七品封侯境的 所以 他是六大外神周众多圣学府中 最强的副院长 如果李若他想要基于外神周圣学府 最大的那一块蛋糕 这方行云 便是最大的蓝鹿虎 李若目光转动 又见到了一名个子娇小 但身材却是颇为风雨的绿群女子 苍鸣神周 圣坤学府副院长 水宝平 上六品封侯强者 六座封侯台 其中有三座筑成了九柱 比运非同凡响 还有来自万丰神周 天丰圣学府的副院长 西名唐崇 也是上六品封侯强者 其铸成两座九柱封侯台 实力不弱于郭九凤 至于另外两位副院长 则是白陵神周 及业神周众多圣学府的领头人 实力比起郭九凤 就要稍逊色一些 目测和王许一个档次 导致不足为惧 李洛如今已是知晓六大外神周 这些圣学府的实力层次 其中以雷火神周这边阵容最强 五大主力席中 不仅拥有着一名方行云 这位下七品的封侯强者 还有两位上六品 两位下六品封侯进的副院长 而苍鸣神周稍逊 却也只是差在缺少了 一位下七品的封侯强者 那水宝平乃是六品封侯强者中的 顶尖层次 实力极为强横 同时也有两名老牌上六品 副院长协助 在其次九十万封神周这边 以唐重为首 五大主力阵容中拥有着两名上六品 三名下六品的封侯强者 再看他们东御神周 五大主力席位中 则是仅有顾九凤 王许这两位上六品封侯强者 其他皆是层次不一的下六品封侯 境外加他这个奇特的无双二品 从整体阵容来看 的确是差距不小 顾九凤副院长 抽签就由你去吧 天火圣学府的陈赤副院长 看向顾九凤笑道 抽不好可别怪我 顾九凤无奈地说道 只要别在第一轮就抽中 雷火神周和苍鸣神周 那就算是好迁了 大圣全学府的王许副院长说道 其他副院长也是纷纷点头 避开了第一与第二 他们进入下一轮的概率就大了 顾九凤无奈地摇摇头 也不多说 身影踏空而起 接近那个巨大的灵光主统 而后与其他五大外神周 圣学府的代表同时挥出一道香力 落进那灵光主统内 下一瞬 在六大外神周众多圣学府 对武紧张的注视下 有六道流光飞掠而出 然后于半空中交织 化为了三条明亮异常的光线 光线两头 各自投向一座神周 东玉神周这边的众人 急忙看向他们这条光线的对面 然后不少人的脸色 便是忍不住地僵硬起来 因为那光线的另外一头 刻然是指向了苍鸣神周所在的位置 第1452张征度台 怎么会第一轮就遇见苍鸣神周 当见到光线所指的对面时 东玉神周这边众多圣学府的队伍 皆是面色难看 如王许 陈迟这些副院长也是脸色变换不定 最终化为一声苦笑 顾九凤副院长这手也太黑了吧 曹胜导师也是无奈地说道 苍鸣神周整体实力 仅次于雷火神周 对方拥有着三位上六品封喉镜的强者 特别是那水宝瓶 更是上六品封喉镜的顶尖层次 极难对付 看来我们要调到败者区去了 米尔导师看到 一旦落入败者区那么就只能争夺两层天狱的盘子 那几乎就象征着他们东玉神周此次在天境塔中收获极小了 不论对手是谁总得交手过才知道结果 赤蝉导师导师未曾沮丧 而是安慰道 但这种安慰效果不大 因为此时其他那些圣学府的队伍气氛也是变得消沉了下来 而在那抽签处 郭九凤也是面色尴尬 同时他听见一道戏烈的笑声从不远处传来 郭九凤 多谢你送我们苍明神周进入圣者区了 郭九凤看去 便是见到那身材娇小 但却细之节硕果的水宝瓶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显然他对这个抽签结果很满意 因为冬域神周是下三周 以他们苍明神周的实力 取胜不难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顺利进入圣者区 郭九凤念露不渝的冷恒一生 道水宝瓶 你也别得意太早 结果如何 还有未可知呢 说完 他便是挥秀转回冬域神周的平台 只是虽然嘴上很硬 但郭九凤眼中的无语也是显露出了心虚 毕竟苍明神周的实力 仅次于雷火神周 他们如今第一轮就遇见 只能说是倒霉到了极点 水宝瓶望着郭九凤的背影 不懈地撇撇嘴 六大外神周中 冬域神周虽然不算是垫底 但也在莫三位 在以往的历史中 双方也曾撞过 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冬域神周失败而告终 失败者无能的哀嚎 水宝瓶但笑一声 他看过冬域神周那些圣学府的资料 各大主力席位中最强的 除了郭九凤与那王许稍微有些实力外 其余皆是下六品封喉镜 甚至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其中还有一个二品封喉镜的导师 虽说那个年轻人乃是无双二品 天资极为惊艳 但在这种场合下 无双二品火候依旧还不够 或许未来冬域神周 会在这个年轻人的手中崛起 但可惜的是 并不是这一届 这般想着 水宝瓶转身回了苍鸣神周的平台 开始做好大战的准备 与此同时 郭九凤神色信心地落回冬域神周这边 他望着奄奄的众人 苦笑一声 道诸位 虽然抽了一支恶牵 但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 不然输得太难看 也让学府联盟小看了我们冬域神周的圣学府 众人叹了一口气 也只能如此了 郭九凤赴院长 还是商讨一下接下来如何迎战吧 李洛开口说道 他的神色导师很平静 并没有如同其他人那般沮丧 因为他想要达成目标 不论是雷火神周还是苍鸣神周 都是无法略过的对手 所以眼下 只不过将此稍微提前了一轮而已 郭九凤点点头 道 按照以往的惯例 战场应该依旧会是在争渡台上 然后他看向李洛 笑道 李洛导师第一次参加 或许还不太清楚何为争渡台 简单来说 就是天径塔内开辟出来的一片小型空间 郭九凤袖袍一挥 一道香烈流淌而出 直接是在李洛面前化为了一片空间 而这片空间中 有崇山峻岭 汪洋胡泽 地形复杂 而同时李洛也见到 在这片空间内 有着一座座石柱拔定而起 这些石柱顶部极为宽敞 就跟一座座站台一样 这些石柱站台又以中央区域的舞座最为雄伟壮观 宛如晴天巨柱直插云霄 这些大大小小的站台 就是争渡台 同时也是决定输赢的关键点 只要在站台上将对方的队伍击溃 那么就算是将其占据 而每占据一座争渡台 便会撬动这片空间内的天地能量 从而为几方阵容获得一份天地能量的加持 而这种加持又以居中的舞座巨台最为明显 所以这就是五大主力席位的争夺之处 顾九凤说道 李洛文言 微微有些讶异 赢了对手 占据了这所谓的争渡台 竟然还能为几方阵容获得一份天地能量的加持 如此设定导式全面 这好歹让的双方阵营内的所有圣学府 都能够出上一份力 那些小型的争渡台 就留给其他那些非主力席位的圣学府队伍去争夺 虽说加持之力比较细微 但圣在数量多 加起来的话 也算是颇为的可观 这些加持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但最终的输赢 还是得看各自真正的本事 顾九凤说道 苍鸣神州的队伍中 有三座圣学府拥有上六品的丰侯强者 分别是以水宝平率领的圣坤学府 张宇率领的圣海学府实力最强 以及颜峰率领的圣归学府 郑坤学府就交给我们圣明王学府吧 不过那水宝平底运比我强一分 我未必能胜他 只能说尽量将他扑住 顾九凤缓缓说道 郑海学府由我们圣全学府来吧 我去会会这个张宇 王许道 顾九凤点点头 目光看向其他主力席位的副院长 道 那颜峰率领的圣归学府 谁来扑住 郑山学府的副院长 名为郑楚 是一名身形魁梧 宛如铁塔般的中年男子 他也是下六品封猴的实力 并没有把握去拦截颜峰 所以显得很是愁畜 最终 天火圣学府的陈赤副院长 犹豫了促席 道 那就由我们天火圣学府来吧 不过我未必能在这颜峰手中 坚持太久 对方乃是上六品封猴镜 而且还铸就了一座九柱金台 算是同级中的好手 而他只是下六品 实力差距摆在这里 指望他们天火圣学府迎下对面 属实有点难 郭九峰暗叹一生 都是抱着拖住对方的打算 却无人能够有破局点 一旦到时候对方有主力席位率先取胜 再来援助各方 那他们就将面临崩盘的局势 可是 这也怪不得谁 本身东御神州圣学府的实力 就要弱于苍鸣神州 不过 就在此时 李洛的笑声 则是从一旁传来 如果陈赤副院长觉得麻烦的话 导师不妨将这圣归学府 交给我们圣玄新学府来应对 顾九凤 王徐等四位副院长皆是惊讶地看向李洛 显然都没想到他会主动站出来 选择应对如此强敌 虽说此前李洛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能够匹敌六品封侯 可圣玄新学府的队伍 整体偏弱一些 到时候与圣归学府对碰起来 未必会有什么优势 所以他们是打算 先分配一座实力稍微弱点的圣学府 给李洛他们练练手 李洛导师不愧是无双天交 这份锐气 令人折服 也罢 反正如今局面也就如此了 对方是强 我们尽力就好 顾九凤唯唯唯沉吟 最终说道 那么 就请圣玄新学府的诸位 去迎战圣归学府吧 李洛笑着点头应下 而后顾九凤又是叮嘱了 东玉神州其他的圣学府 他们虽然并非是主力席位 但也要去争夺一些小型的争度台 尽量取得一些天地能量加持 与此同时 其他区域 各方学府也是在迅速地 做着大战的准备与安排 东 最终 伴随着一道悠扬的中营 声响起 只见这片区域的空间 在此时剧烈地扭曲起来 而后仿佛是形成了 一座巨大的棋盘 而棋盘上 浮现出一座座小空间 似棋子般纵横交错 这些小空间 便是争度台所在 所有人皆是抬头望着 那些构建的小空间 他们甚至能够看见 那些空间内的一切景象 与此同时 这些如棋子般的小空间 流淌出光柱 将众多学府的队伍 尽数地笼罩而进 高空经台上 王璇景温和的笑声 如红中大旅一般 向车而起 诸位 请入场吧 空间波动 所有人的身影 皆是化为流光冲天而起 投入到了那诸多小空间之中 天镜塔试炼 忠实拉开序幕 明镜需要您的思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